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教超跟新一届政府主要官员在3号开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议 讨论一些重要事项 李教超在会议之中强调两大重点 其一是会致力于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希望 包含提高智力水平 增强发展动能 排解民生忧难 恢复和谐稳定 作为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大方向大蓝图 有执行人士表示 习近平的讲话只是未来五年政府的施政方向 港府高层必须要有统一的理解 否则会各行其事 而本次的会议正是要使整个政府决策系统理解一致 李教超也在会议之中指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为公务员开班 就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进行研习 并且可能会邀请中联办官员进行讲解 分析举出李教超的领导风格跟前特首林郑有很大差别 林郑是一个世事亲力亲为的领导者 有时属于局长职责范围之内的政策 他也会亲自处理 更亲自向公众解释 不过李教超会采取父权司局长的做法 他自己则是抓了大方向 具体政策制定跟制行 要局长自行负责 如果相关政策涉及到不同政策局的时候 则由司长负责冲头写话 李教超会在大方向上面下达指示 知名科幻小说家倪匡三号金船逝世 享受87岁 而他的好友香港作家沈七神也证实相关消息 消息传到中国大陆之后引起很大关注 短时间之内登上微博乐洲第一名 几万名网友到尼匡已经十年没使用的官方微博留言哀悼 综合媒体报导 尼匡曾经在2019年在香港出席座谈会的时候 提到自己罹患皮肤癌 但是不会去做电疗或是化疗 而在世事消息传出之后 不少文化出版界跟演艺界的人士公开致哀 作家陶杰附上跟尼匡的合照 发文形容尼匡是全球华人世界70年以来大脑最清醒的人类 陶杰向星岛日报表示 两个月之前他曾经跟尼匡通过超过一小时的长途电话 指出虽然当时尼匡病情不轻 不过心情依旧开朗 不过两个星期之前 两个人再次进行视讯通话时 尼匡已经呈现弥留状态 陶杰形容尼匡十分豁达 对死亡并不畏惧 甚至视之为一中解脱 尼匡本名尼聪 以字名 阻击中国浙江临坡正海 193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曾经做过公安 不过后来被指控为反革命党 在22岁的时候偷渡到香港 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最了解尼匡一直非常的反共 他曾经表示自己当年逃离中国大陆之后 始终没有回去 很多有钱的朋友都劝他可以到大陆走一走 还说现在共产党已经不一样了 不过他认为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他也曾经在节目上坦言 自己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的说法 还说共产党管制的地方怎么会有希望 尼匡曾经在多个场合批评 中国大陆政治体制 还著有一篇具有预言意味的科幻小说追隆 故事说东方有一个程序将会灭亡 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优点尽失 他之后受访的时候也表示 追隆所讲的遭到毁灭的城市 正是指香港命运 而如今看来香港跟以前一样 但是原本的优点消失了 就可以令他毁灭死亡 李匡曾经在2012年4月 开设过微博账号谈论无意 不过同年5月底 因为一条微博贴文被删除之后 再也没有更新过 而他世事的消息传出之后 超过万名中国网友 到他最后一条微博贴文流连悼念 而中国多个媒体都有报道 李匡过去的消息 不过主要是提及他的作品 很少提到他对中共的看法 李匡虽然以科幻小说 文明于华人世界 不过他在创作过程之中 涉猎范围十分的广大 曾经涉足过武侠小说 侦探小说 灵异故事等作品数量丰富 其中有以魏斯里 袁振霞系列最为知名 李匡与金庸 黄詹 蔡然同育为香港四大才子 而如今四大才子之中 仅剩下 现年八十岁的蔡然还在世 以让外界感叹 文坛的一个时代 即将划下据点 歌神张水友 日前接受中国央视访问时候 谈到香港回归 25周年的问题 他在片段之中 以广东话提到 香港加油等字眼 却遭到中国网友攻击 整段影片因此被删除 随后张水友发表声明 指出他对香港加油 称为禁语无法理解 他还说希望中国可以 以礼服人 综合媒体报导 张水友在访问之中 以广东话表示 香港这25年以来 经历的许多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但是因为我是和这座城市 一起成长的 我在这里出生 在这里长大 我依旧相信这个城市 依旧希望这个城市 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张水友这番简短的表态 却遭到部分 中国网友强烈质疑 以及攻击他不爱国 其中最受到质疑的部分 就是香港加油四个字 理由是2019年 反送中运动期间 香港加油被示威者多次使用 此后在中国方面跟港府 都将其视为竞技用语 还有中国网友认为 张水友只提到香港 以及25周年 却没有提到祖国 谁能是不够爱国 浩然表示 张水友指出 香港这25年以来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似乎对香港这25年的变化 不够满意 有鉴于批评 声浪快速上升 央视不久之后 便将张水友 整段访问深处 不过依旧无法消除部分 网友对张水友立场的质疑 张水友3号发表声明表示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 作为艺人 不涉及政治 是自己基本原则 他说自己在香港出生 香港长大 也希望在香港老死 张水友表示 正因为自己跟香港的缘分 如此深 他见证香港最黄金 最辉煌的时刻 而现在香港实在差强人意 香港正是需要努力 加油的时候 他说自己听过 北京加油 武汉加油 上海加油 但是香港加油 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 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 成为禁语 禁色 他说他个人无法理解 张水友也提到 希望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 是一力福人的 在世界人面前呈现中国人的风范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 王志胜表示 中港之间的仇恨值 并没有因为所谓的爱国者治港 会是香港国安法而降低 反而会加大 只要动辄 就会被大量出征 只是在爱国者治港 以及香港国安法大棋之下 北京对香港的一种霸凌 据微博网友大多表示 现在这样的风气 其实有点畸形了 是鸡蛋里挑骨头 不过也有人认为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中国香港加油 不理解张水友 为何要漏掉中国两个字 中国的民航4号公布 两项新的政策 其实为六个月之后 要启动中港互换通 另一个是要升级货币互换的安排 对此人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潘公胜表示 这两项政策将进一步提升 两地金融市场连同项目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跟迪亚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主权移交25年活动结束之后 北京陆续推动中国大陆 跟香港金融市场新安排政策 人民行表示推出互换通 有利于境外投资库管理利率风险 减少利率波动 对持有债券价值的影响 平缓资金跨境流动 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互换通将在六个月之后正式启动 初期只会开放北向交易 未来才适用于研究扩大制南向交易 香港以及境外投资人 可以透过基础设施机构之间的交易 勤算以及结算参与中国金融延伸品的市场 这也是继股市债券跨境理财产品之后 中国大陆跟香港互联互通 首次延伸到金融延伸产品 而第二项新的政策为建立人民币 跟港币之间常备互换安排 并且将互换规模扩大至人民币8000亿元 中国人民行跟香港金管局 将双方已经建立的货币互换安排 升级为常备互换安排 这也是中国的民行第一次签署常备互换协议 上个礼拜中国证监会公告 跟香港证监会决定 批准两地交易所正式将符合条件的交易型 开放市基金纳入中国内地 跟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这个机制之下的ETF交易将在礼拜一开启 香港特首李家超还为此感谢北京中央政府 指出这会大大增强投资人对国家持续支持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信心 香港TVB大股东 所有中国梅多支撑的中国内地商人李瑞刚 近日完成涉及TVB持股的股权结构重组 由于持股方式的改变 改为由李瑞刚全资持有 这也代表原本的腾讯跟阿里巴巴 或许已经变相脱售TVB投资项目 综合媒体报导 早在2017年左右 TVB曾经因为股权架构结构复复杂 遭到证监会的质疑 因而被披露股权相关结构 当时才爆出李瑞刚才是TVB背后最大股东 而被前主席陈国强 李瑞刚旗下的传媒旗舰 华人文化公司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 控制TVB控股公司36%的投票权 陈国强则持有较少的股份 并且较高投票权 此外由于李瑞刚应持有华人文化公司 大概82%的股份 其他股份则有腾讯阿里巴巴等相关企业持有 以便向为TVB导入科技巨头的资金 华人文化投资众多 包含少师兄弟、财新传媒、圣兰影业 跟东洋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等 今次李瑞刚股权重组重点 在于他不再透过华人文化持有TVB控股公司 联交所的披露消息表示 在完成重组之后 李瑞刚改为经由全资持有另一间公司的股权 而且代表腾讯、阿里等其他股东 已经全数撤退投资TVB 虽然外界难以得知 华人文化今次重组的动机跟具体操作 不过李瑞刚透过华人文化 以及华人文化公司的资本 参与大量的娱乐、媒体、科技等不同项目的投资 其中TVB只占据一小部分 因此一般估计腾讯跟阿里本次撤资 并不是单纯退出投资TVB 而是延续科技剧情 退出非核心投资的做法 改变合作模式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香港台的新闻